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锅敲碎再搬回家 于是他找来一把大锤子 拼命向锅敲去 哐一声巨响 小贼吓得拔腿就跑 好不容易停下来喘口气 他想 这样不行 这么响亮的声音 一定会把周围的人引过来 他想到一个办法 我找块布塞住耳朵 不就听不到声音了吗 小贼把耳朵塞住 再回饭食家 拿起大锤子往那中口敲去 哐哐哐亮的钟声 吵醒了附近的人家 没等小贼把钟敲碎 他们已经把小贼团团围住 阻止他逃跑 这小贼不知道自己做了傻事 还奇怪为什么他已经塞住耳朵了 周围的人还听到声音 后人就用掩耳盗铃这个成语 比喻犯人错误 又设法掩盖 以为别人不知道 其实只是自欺欺人 现在我们来看生字 第一个生字 币 钱币 财 财富的财 贺 褐色的贺 贼 盗贼的贼 负 附近的负 逛 闲逛的逛 贵 贵重的贵 贪 贪心的贪 锤 锤子的锤 拔 拔腿就跑的拔 喘 气喘的喘 塞 阻塞的塞 阻 阻塞的阻 傻 傻子的傻 犯 犯错的犯 误 错误的误 欺 欺负的欺 接下来我们来看词语运用 第一个词语 贵重 贵重指的是值钱的意思 贪心 贪心指的是不知足的意思 决定 决定 阻止 阻止指的是防止的意思 烟盖 烟盖是遮盖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看读读贝贝 寻颖者不欲 作者贾倒 松下问童子 言诗采要去 只在此山中 云生不知处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